整个军校均被无人区玫瑰信息速快速地覆盖 军校的Alpha开始变得狂躁不安 躁得Alpha们只想抓墙 蓝忘机眼前视线一黑 整个人倒了下去 蓝忘机觉得他浑身都是烧着了 意识迷糊前 他似乎有听到医生讲话 他现在线体在进化 除非他自己挺过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 要么他成功分化成A2加Alpha 要么被高阶信息速灼烧器官而死 蓝忘机整个人躺在病床上 他的病房被全方位用铁栅栏围了起来 为了防止他抱走 手伤被上了锁链 信息速浓厚的根本没法带 蓝熙晨站在门外 看着聂明觉和金光瑶 难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短短不到一年他忘机话两次 聂明觉是蓝忘机的长官 他找到蓝忘机的时候 蓝忘机更给人已经倒在地上没了意识 他进入了一杆期 聂明觉紧急把他送到了军校的医务室 把所有的学生阁离开 蓝忘机因为一杆期又加上忽然的线体进化 导致整个人昏迷不醒 各种仪器仪表都用上了 维持着他的生命 整整半个月 蓝忘机被下了两次病危 高阶信息速浓度太高了 蓝忘机陷入昏迷 根本无法控制他 那些信息速没有Omega的引导在 蓝忘机的体内横冲直撞 缓慢却又厉害地灼烧蓝忘机身体里的器官 终于 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 蓝夫人都要哭死过去 他的小儿子才18岁 半个月过去了 蓝希臣和外面观察的医生 敏感地察觉到蓝忘机发出的信息速 没有那么浓烈了 无人驱玫瑰不像是之前那样长牙利爪 充满了攻击性 而是温和了下来 浓度也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 证明在好转 蓝希臣猛然送了口气 而病床中的蓝忘机 紧闭了半个多月的眼睛 微微动了动 缓缓睁开 蓝忘机不到一年分化两次 第二次 差点要了他的命 过了几天 蓝忘机身上的仪器已经撤下来了 在医院休息几天 就可以回去了 他的脖子后面 贴了厚厚的信息速阻隔贴 一点信息速都闻不到了 因为线体二次进化 导致他现在再也闻不到别人的信息速了 证明他不会被信息速引诱 蓝希臣在他身边 时刻观察他的身体变化 蓝忘机看着蓝希臣 犹豫了好一会 终于开口问到兄长 魏英有来过吗 蓝希臣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想发火 但是那人都走了 再发火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只是倒没有 已经走了 那怕你生命垂危 下了两次病危 差点醒不过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来看过你 蓝忘机点了点头 眼睛里带着落寞 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阻隔贴 他的级别更高了 但是他没有Omega了 他被他的Omega彻底抛下了 蓝希臣到底是心疼自己弟弟这样 道 我有办法找到 话还没说完就被蓝忘机拒绝了 他说别 别找他 让他走吧 蓝忘机说到找回来也没有用的 他不想和我在一起 而且我们离婚了 没有关系了 让他走吧 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 都是Omega的温柔香 他只是想要他的钱罢了 这一天 各大新闻暴露了 温氏集团的近几年犯的罪行 终于 蓝氏集团二公子 军事部上校军官蓝忘机 带人围剿了他们的实验室 温氏愈灭全部逮捕 温氏集团所有股份 全部归为蓝氏集团所属 因为 在这次的逮捕活动中 蓝氏集团功不可没 但是温若涵和他们一些头目逃跑了 蓝忘机随着警方还在调查 蓝忘机一身笔直的军装 趁得蓝忘机更为挺拔俊秀 五年过去了 蓝忘机已经不是当年的少年了 他现在是军事部的上校 蓝忘机大学毕业后直接升上去的 因为他足够优秀 并且尚尽努力 蓝忘机冷声问到位置定位在了一片郊区 看具体位置像是一个小村庄 Alpha声音冷立 眉眼冷漠 淡淡地看着定位器上的那个小红点 我们呼吸尽快实施抓捕 他们逃到了小村庄里 那里孩子和老人居多 蓝西沉到会的 忘机 你先带着人坐私人飞机直接去 我刚刚查了查那个村庄 那个村庄叫宜陵村 那里是山区 而且各方面生活比较拮据 温若寒逃到那里 肯定是不想引人注意 蓝忘机道 嗯 我知道了 蓝忘机闻不到信息素的味道 是对他来说百利无一害 而且他的信息素强过任何人 没有人可以从他的信息素的压迫下离开 这也说蓝西沉放心他去的原因之一 清晨的阳光照在山上 平白给山头带来了一些朦胧感 魏无羡早早就起床了 他把昨天换下来的衣服用盆接上水 简单地洗了洗 洗完衣服才七点 魏无羡一会要去给山区的那些孩子们上课 这里条件不允许 很多孩子都没有书读 魏无羡受过教育 就当了这里的老师 一当就是四年 早上简单地煮了些白米粥填饱肚子 把灶台收拾了一下就拿上上课的东西出门了 他住的房子是一座比较老旧建筑的小屋子 但是却是这个村子里看起来最好的屋子了 他从山间小路往学校走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热情的老头老太太 魏老师早上好 去给孩子们上课呀 魏无羡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老人怀里抱着的小孩子 魏无羡温柔地笑了笑 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拿了两个糖给了小孩子 老人说着方言魏老师真好哟 有您是这些小孩们的福气哦 魏无羡摇了摇头说到奶奶言重了 老人伸出粗糙的手摸了摸魏无羡白镜的左脸 倒多俊俏的一个玩儿哦 怎么又脸上怎么这么大一个巴基哟 魏无羡道没事没事 奶奶先不说了 我去学校了说着就跟老人打了招呼 快不走了 他一边走一边摸着自己脸上的疤 抿了抿唇 思绪一些飘 说是学校 其实也就一间屋子 来上学的孩子们只有十来个 还是自己从家里带的小板凳 每个人的小课桌也是用木头做的 做工粗糙的不行 四周的墙壁也都裂了口子 墙皮都掉了下来 脚下的地也都是水泥地 不小心摔一下能磕流血 一节课上完 他就带着孩子们去外面玩 孩子们很喜欢卫老师 魏无羡坐在草地上 静静地看着他们玩 孩子们手里的玩具也是魏无羡自己做给他们的 玩具拿到手里的时候 那些孩子们特别的开心 稚嫩的脸上带着干净的笑容 魏无羡长得极好 就算身上穿着一身超不过二十块钱的衣服 他也是有气质的 和这里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不是右脸上面的那个伤疤破坏了美感的话 村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起心思呢 他瘦弱又苍白 皮肤白得透明 每当他静静地看着那些孩子玩耍的时候 那双极为漂亮的眼睛里 带着淡淡的笑意 带着淡淡的孤独 感觉发生了些人